那很多的花友老师问啊 老花一 哪些绣球是新枝开花 哪些绣球是老枝开花 其实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去理解呢 目前园艺行业里面 卖的就是最近几年卖的这些个呢 大多都是新老枝开花的 因为老枝开花的这些呢 需要春花呀 需要进行一个冬眠啊 而这绣球来说呢 它正面对的是全国的市场 现在就是说 像老枝开花的品种的绣球呢 慢慢的被淘汰 以一些个像塞布里纳之类的 这慢慢的就会被淘汰 你像现在有很多的新老枝开花的 就以吴金夏为主 花手菊万华镜 这些名气是比较大的 再往后面什么鸡尾酒了 细高根了是吧 都是一些新老枝开花的 所以说呢 大家现在买花的话 就稍微问一嘴 是不是老枝开花就行了 现在市面上百分之八九十的 都是新老枝都可以开花 也就是说什么呢 不需要休眠和春花 两广地带都可以种出来花 好吧 这是一个新老枝开花的问题 有的话说老花一 我看怎么有的绣球 开出来是红色 有的是蓝色 像你们家那个红色的这种 那个梅红妈妈那种感觉的 其实呢 那个学名呢 叫波斯科贝尔 不过叫梅红妈妈的人 比较多 于是乎呢 就是都叫梅红妈妈了 那个呢 也是可以去调栏的 这个大花绣球呢 说句通俗一点 说句低俗一点的话 叫什么 就像母猪 都可以下小猪 对吧 只要是你去调 它都可以去调栏 当然了 圆椎绣球啊 和木绣球除外啊 这是第二个点 那咱们说到第三个点 有的话说老花一 为什么我看你们棚里面的绣球都开花了 而我的还没有开花呢 这个就跟温度有关系了 一般要在15度之上才会去开花 再一个呢 要千万避免强光的暴晒 好吧 是可以减一些个这种柔弱弱弱的光照 温度要在15度以上 才开始慢慢复苏和开花 温度不够的话 您就再等一等 是吧 这样有的话说 苦寒进去 不要着急 它总会开的 而且绣球的花期是比较长的 基本上 能够 一直开一直开下去 如果在我们棚里面的话 像这一盆绣球的话 这一年市地是不断花的 好吗 错不 有的话说 我怎么没看到 因为我们都卖了 要么就减了 那第二年涨得更重 好了 关于绣球的一些个事 就简单给大家说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目标的 可以视频上留言 别不错 就点个赞 我老花一 拜拜